我自己印象中 我未見過帝王蟻合有蘇內構 現在看到了 剛才鏡頭看不到 其實比起第一彈,我更加深刻 而且有些地方你會見到他自己增進了一些 Hello,我是沈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這隻這麼大隻 剛才那隻更大,這隻矮小小大 但份量絕對不少 就是魔神飛翼,真是問你死了嗎? 郭家貞的盒子,洗一洗 在你腳邊 這個其實是否出貨味,可能出錢 這個我們算是比較早爆 我幫自己買一下廣告 我手上就已經收到電影公司印刷的三款 共感到的卡片 我打算送出十套給觀眾 每個主持一套,簽名 暫時我是不知道怎樣送出的 詳情留意Walka Lone的Facebook Page 我想到怎樣送的,我就會在Facebook寫的 我也幫你送的 就是一套三款 當初電影公司就叫我畫 因為當初我是打算畫一張海報 然後原來他又想畫三張 所以三次錢 不要說錢了 OK, I love it 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怕他要我重複三次劉德華 或者三次良朝偉 我就用了這個概念 就是三張拍完就是一張 雖然某些角色都會重複 但至少不用畫兩次王Sir 或者兩次寒心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一個Compromise 希望你們有興趣 總共十套就送給你們 我遲些想到怎樣送呢 我就再在Walka Lone Facebook 說 好, 有一篇新聞,這是什麼牌子 這是一個新的牌子 叫SKY X STUDIO YEAH 好, 會看到一些 熟口熟眠的機關 很親切的造型 和英俊 佔地很廣 很優點 好, 玩具TV第25季第12集大結局 接著現在要介紹的 不要誤會 不是King Arts 是剛才監製介紹的 SKY STUDIO 我沒有說錯 SKY X STUDIO 好, 見到 後面這麼大隻的家都被他遮了大半 可想而知今次這盒東西 他特意躲起來 去到哪裡呢 你會見到今次這個 Box 老年這麼大 主要都是產品的 照片 沒什麼 穩紮穩打的Box SKY STUDIO 完成了 算不算是香港品牌 算吧 算吧 估計他這隻是不是評測版來的 有機會是 因為我只想看盒上面的一些印刷和退地 感覺上次測試的盒 你看到一些退地還沒退完 有機會是 我們假設是這個 這一個 總之這隻我們不是買回來的 是 我大膽說這一個是 最終的測試版 可能有機會這個 實物會更加精彩的 但我覺得這個是最終的 因為盒子這樣黏起來 我想不會是 那可能 你又拖金的 這個不會是Mockup來的 過膠 你拖了金 但anyway 我們叫做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人評測過 有, 我有看過 有幾個YouTube都有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看過這隻 覺得大大隻 尤其是 感覺上我就想看他有什麼劍力玩 但原來都 比起他第一彈的產品來說 都幾起出夢 你會看到他花多了很多心機在上面 特別在一些細節位置 是的, 細節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可動的部分 我看到一個提升度很高 而你會看到很多結構是 故意做到一些比較複雜的 即是跟到市面上某些產品的做法 去做到最更新的版本 是的 這件事其實 即是善抄者可以為主 重點都是那句 玩帝王萬能盒 第一件事我沒得說 一定是外形 我們立刻看一看外形 這個比較特別的 打開盒的時候 其實他的身體上有一半的甲 是未上的 留個 劑力給你自己玩的樣子 剛才那隻貪布就做完了 沒錯 有些淵源 有些淵源吧 嗯 有汁味 是的 剛才阿嘉也說了 整隻低王萬能盒 一開盒就會看到這個形態 都可以慢慢留意 看看他本身如何在這個半邊的機械造型 去令大家知道低王萬能盒的內購 當然 同樣地 跟剛才介紹的 淘寶是一樣 他亦採用了拆甲的方式 而並不是用Skeleton骨架的方式 去呈現他的內購 我自己來說是絕對buy的 當然 玩內購有玩整個骨架的樂趣 不過 如果我是針對造型的話 這個我反而是更加 happy的 因為他不會影響到這個 產品的可動性 也對 而且他甚至乎 其實他在某些部分 他會用內購來運搭了一些 補位的關節結構 所以看到一些新的做法也挺特別的 有觀眾問是否應該是第一隻 是蘇內購的帝王呢 是 好像是 我答得很快 是 沒錯 不信 變了多一句 以前年輕人的時候 看扣組的這些 我自己印象中 我沒有見過帝王文俠有蘇內購 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沒有見過 不代表真的沒有 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看到內購的 這裏我估計是清哥自己的構思 看到這一群內購的 你開名了 是 我說你開名 我盒子上也有寫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Sky 葉的 Oh yeah 盒子上有寫 Sky 即是他的名字 對 就是這間公司的名字 莫為應蓋 所以你就開回Wokalong 應該應該是香港公司 好啦 真是移動了 老老實實 我們真的爆開了 沒有鬥過一隻東西的情況之下 所以現在任何 動作 未必真的能夠發揮到100% 因為我們連說明書都沒有看 我剛才扭那條腰已經覺得很棒了 你不裝回甲了 有了它就這樣了 有著它先 好啦 看見本身其實 什麼事 哇 正 這個拍法是非常之精彩的 是不是覺得 可以看到這個Wokalong 架布 全天候360度的動作 大家不會頭暈的 頭那裡本身也在飛機上 是不是金英號呢 是做了兩件件 不會直接變形的 你問我呢 我是喜歡 不需要就著變形 我只是喜歡外形 所以變了它有這個選擇 我個人是喜歡的 先把它塞進去 本身可以看到有磁石的位置 完成 好了 有什麼可動呢 我也不知道 馬上動了 後尾枕 這個也挺新鮮的 我第一次看到有拆後尾枕 哈哈哈哈 就要看大家接受到 拆了一片甲的形態 它在分件方面也挺有趣的 它由上面 右到下面 闊 整幅件就拆起了 令到它的頸向後移動的時候 就移動到這麼多了 嗯 跟平時的帝王頂住了 就有天淵之便 當然了 都是一個波障來的 那 帝王問了 以往一直被詬病 就是頭下的鬧事太厲害了 阻礙了它很多的活動 是的 這次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但在 close up下 我發現它的銀色 其實上得也挺有品味的 嗯 很漂亮 好了 接著就 其實究竟動不動呢 我真的沒有動過 咦 你可以啊 深藍有熱 是的 高熱火焰放射板同樣地 是可以向上移動 移動的原因當然 就絕對是為了 它這個 這麼有型的肩膊位 你會看到其實這裡 它都做了補完的 不過這個是PU 不 都是硬的 硬膠 即是你意思是PUM 是 PON 估計是 估計是 你看它表面上 啤的物料和紋 應該是 要不就是尼龍 要不就是PUM 其實你也看到它現在的肩關節的可動是 黏線的 而它做的肩也挺有趣的 它的肩除了前面有個軸可以向前轉之外 在這部份它會做一個拉動 可以拉動的肩膠 你會看到中間還有一個膠 即是說除了裡面的鬧之外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單獨的可動 這個比較新鮮一點 很少見 會不會拉到這麼快可以做到橋手呢 你可以試試看 是的 我們這些也有一個玩玩具的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動作比較大膽 因為其實肩膀 一般我們是比較適合力的位置 如果這樣做 就要看看 你也選了用合金 就要看看夠不夠力 我還未換手 不過連橋手也沒有問題 好厲害 好厲害 當然了 另外就是正常的橫軸 大家可以留意本身這個手架位 它亦是可以接近貼上的 這裡用了金色的著色 不過都很容易花 這些位置 會不會呢 我明白它肩膀做的軸是為甚麼 拔肩膀的把劍 應該是 你這隻手拔那邊劍 其實我想說 自己拔也行 是呀 不錯 嘩 手臂的可動性 我相信這個動作也做到 我不需要再多說 腰 咦 看著它也可以 對了 好! 嘩 我用這部玩的玩玩達 per game 玩到我們的玩法 所以才突然搞定一開始 大家不覺得奇怪 較少 我再多多動一下 你可以看到 胸 中 上腹 中腹 這裏有兩個架位是可以移動的 由腰去到腰去 再有一折 基本上腰的可動是癡線 左右 左右反而會主力靠下腰和股位的轉軸 去做左右可動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旁邊亦有一些裂甲位 是做出來的 看上去的腰的感覺都很過癮 而腰會見到中間這兩個圈圈的質感 在油漆上是不同的 因為它應該是合金的 你看上去都是不同的顏色 也剛好撞出一個層次 到腳了 好像正在研究究竟哪些地方 能否動 有沒有拉出關節 有的 但它的拉出有少許不同 我摺一摺 剛才的手也說回一點點 就是它其實在後面 它也有做到一支油壓管 你看到彎手 這裡會有一支油壓管可以收 對 它比較有趣 因為平時用油壓管 會比較多時間 它只能夠向直走 它就會扯著手 所以它在上面 會多拆一塊 讓它可以跟進去前面伸縮 打斜 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都很細心 在這裡加上一些水平轉 讓你可以多擺一些動作 這樣 腳本身是一支中軸 可以正常向前抬腳 但我們在這個位置看一看 你就會看到 其實它是有做一條活動的軌道 但這個軌道和一般市面上的做法有些不同 它比較傾向MG高達模型那種 它的走向是向前的 即是Robot Wun那隻古關節 但有些不同 Robot Wun是一個軸帶著它轉著走 但它這個是一個彎的軌道 高達模型 它在那個 我們現在回位 因為它比較緊實 如果它回位前 它抬腳大概是來到這個部分 就會撞到底褲甲 但其實你可能以為只是這樣 但不是的 它的底褲甲本身這個部分 亦都可以向外做一個拆出 不是 梳啊 大力不掣 它可以這樣開出來 它前面就是有一個磁石的扣位 它就可以蓋住在這裡 當你要用要玩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做一個打開在這裡 這個都會給它一些火動 但是把它移動前後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 更加大一點 90度 真的 後面這個部分 它本身這個球杯 是打膠水裝著這件的 所以現在暫時就脫掉了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再來一次 大概來到這裡 它的裙甲可以移高 九一度 對 對 而大腿的一些水平轉 你會看到它都做了一些比較好的臂位 周邊這裡轉 其實它全部都不會有所干涉 幾乎360度轉到 真的 膝蓋 我都會看到它比較有心機 因為我在正式馬上手之前 其實我上網看過人的影片 膝蓋 就會看到有比較多的連動 在彎上大腿的膝蓋 會向下移動 它移動後 你會看到內扣 一邊摺下來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 小腿的後方會凹下去 它現在有多少 超合金是用這個方法 去增強小腿和膝關節的可動性 沒錯 其實它主要是補回那個位置 一邊轉 其實你會看到膝蓋開始都會裂開 連開的部分裏面 會有補回內扣 就算是前面這個部分 這裏過人 這裏過人 它也有補回一個拉動的結構 在這裏 好有心機 所以我會看到它的 一些關節上面的處理 其實突然之間 即是比起第一彈 我up to day 很多 有些地方你會看到 它再自己增進了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其實這裏不錯 本身除了就著關節 我想花最多的心機是內扣 它沒有其他可以參考 變了很多內扣要自己構思 還有本身 有一些內扣 簡直是可以幫補到一些可動關節的遮臭位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整個東西主體玩完 不過 我們看看腳碗 其實它的腳碗還有 我們首先看看腳像 腳板 以往 通常只是擦前腳趾 就是這個部分可以動 或者其他萬能俠都是這樣 但是它這個比較有趣 除了前腳趾 它為了想再做大一點可動 它中間也可以有一個 哦 這裏會多了 即是變成三節 對 腳板底就會分成三段 然後 其實你這樣看 它的腳碗比較瘦限 可能可動 就會有這麼多 但其實不是的 它還可以拉一下 哦 它就可以增加到它的可動 哇 可以有很多姿勢 都可以看到 那它就算 前面呢 都是啦 前面的部分 其實它鼻胸都比較足夠 而後面呢 它這裏也擦了一件甲可以動 那你就可以向後轉了 嗯 所以你會看到它在一些 雖然包圍得比較多的地方 它都有落到一些心思在上面去做處理 對 還有記住 噴上去的時候 就聽到咬咬一聲 這樣就完美了 其實心機分很高 我覺得這個 跟著可怕的地方 還有東西 嘩 嘩 看看 嘩 嘩 帝王萬能俠 不可以沒有帝王飛翼 或者我叫close up 看看帝王飛翼 那主體同樣地用了金屬紅 金色等等等等 最搶眼的顏色 用銀色來做點絕 那本身整隻翼 你插了下去之後 你真的不用擔心 會扔扔扔扔扔 本身這個扣我要 就是喪扔 它才會扔扔扔扔 正常情況呢 這麼大隻翼 是不會下序 這個其實已經要加分 因為真的其實挺重的 看到一些 透明件裏面有些內扣 銀色的情報量位 做一些點絕 整把東西我覺得像黏刀 多過像翼 大氣就真的沒得頂 好了 扣上去 咦 大家扣之前 我們再玩一件事 嗯 它這裏呢 在背部的背蓋 是瓷石可以拆下來的 這個背蓋到底有什麼用呢 嗯 嗯 這裏就只有一個交給你了 這裏 這裏可能要 不少散開 喏 很清楚了 有得電鍵當然要亮燈 嘩 因為上了翼之後 就比較困難一點 好 麻煩再關掉多一點點 你會看到本身 頭部雙眼 還有高熱火焰位 還有胸口拔 是非常靚仔的 而它比我想像中大家光猛 它胸口的高熱火焰 它的燈也挺均勻的 有效果 而且它開了燈之後 你會更加發現到 嘩 現在看到了 剛才鏡頭看不到 嘩 厲害 看完它裡面 其實它的底板上面 它會做了很多一些紋理在上面 在開燈前其實不是很明顯的 好 麻煩 男人的浪漫 時間剛剛好 好了 先把它放上去 再開一會兒 其實多一句 有時候你說入電 這些路路的入電位 用磁石真的舒服很多 沒錯 這個真是 希望Hot Toys 也考慮多一些 在入電位方面的磁石 其實磁石 在生產廠上面很多考量 因為磁石這麼小 你容易跌 很難黏緊 很大機會會掉 所以用磁石 通常 例如廠我們用磁石 會把它收在膠件的內側 不會露在表面 好了 剩下 其實玩玩玩器 其實要用些少許手指 要多吸收一些改測 因為你的肘肘長 但不硬 也是沒用的 合起來了 都可以有一些工具 復集的 聽到場音聲安全 我便可以安心地放手 如果这一刻放进去之后 连翼的透明件都会亮起来 我立即会拍手 虽然它的背脊老年那麽重 它没有陀背 它是不需要有什麽特别大的支撑而站在这 亦都见到其实 打侧体 你用最碎气的姿势去摆 是绝对没问题的 当然也要动一下对翼 好像有些内扣 千个或千八个 我真的没有特别留意 大家都可以去各大玩具店 好 看一看他们的实物 display 那就没有输了 这件事 都挺适合的 千八个 千八个 这东西都聚首了 绝对聚 我个人很喜欢他的腰 动起来 虽然左右水平转不算太多 但是他扭起来的腰 整条 就是水蛇腰 真的很漂亮 有师兄还 对翼当云尺用都可以 不是什么 斯德楼 对 懂得点东西 是建筑师 是1780 1780 有师兄说的 好了 另外也拍一拍一些配件 本身一些铁甲飞拳的特效 本身是这个炆剑的特效 飞弹 哇 咦 咦 最重要的是魔神宝剑和魔神双剑 等等等等等等 我一直都叫30把大剑 先把剑弹拆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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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地 所有剑都可以拔掉剑柄 插在手上 才可以 完成整件事 双剑的时候 一来确定 二来不会影响到造型 这种是最好的方法 没错 拔剑柄插在手上 是最好的方法 对 不过去装剑的时候 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那个手指弓是疲弱的 所以你插上去有机会刮7 可能这个部分要小心点 这个是很温馨的提示 先用一只游戏小一点的造型手 哇 它这个插上剑 因为你这次是左手的 对啊 所以我插上右手 是不是左右也插剑呢 其实是可以的 在这个装手的时间 有位师兄就问了 嗯 请问有没有跟台座呢 好的 麻烦呢 立即拍摄一点点 好 先拍摄一下 比较深一点的 好有趣啊 即是要我自己找打批吗 我估计是 这么奇怪 因为我刚才试过扭两个头都落不到 可能要批一批一点点 这么奇怪 这边可能需要做一些手工的 这边有些 那边是批一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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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每间公司的后面设计的人 可动是否千值年好一点 可动性 单个性 其实如果这样去比 我就觉得 认真说 他只是问可动 可动是没有人可以赢到千值年 但你要整大建议 可动是要兼顾千值年 那种engineering 似乎现在未必做到 我觉得对现在这样说 对千值年有点不公平 因为毕竟它是四五年前的产品 就是你拿几年前的产品 去比现在的东西 就会有点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可能它重造也不同 因为现在流行的方式 有点不一样 就是活动的时候的裂甲 或者是比较更加多重的关节 我觉得千值年当时的设计是 它跟着它的外观 我可以说我是巧妙 但是来到现在去看的时候 可能比较之下 会没有现在玩上去那么灵活的一些东西 哇 开始有一个很厉害的气势 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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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势不气势呢 气势不气势 其实是可以的 要拉出一点的路线 好 拉出一点的地台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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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死阿嘉 大佬 插死一拍 不是是 好 撑得好 喂喂 托一托 好 那当然了 其实整件东西的份量那么重 我都很建议大家放好姿势之后 就放回台座上面 那当然了 其实现在 Lorenzo已经在拍摄主体的尺寸 和台座的比例是有多大分别的 这个东西是用来扭进去的机械 其实是可以站住的 哎哟 直接扭进去的鼠鞋 鼠鞋 鼠 是学术的 行 我在这边 好 时间关了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玩 但因为太多好东西要介绍 我们今集玩着这么多 稍后见 好 好 好